没想到水果居然也能造假 无论是上了霜的柿子 还是表皮粗糙的橙子 眼前的这些水果竟然全部都是用面粉做的 不仅外形质感逼真 将其一刀切开后 里面甚至还是带紫的 比如这个曾经在冬奥会上展示过的大枣 用真的拿来做对比 甚至比真的还要真 将其轻轻地撕开 里面的果肉和果盒也是如出一辙 这些用面粉复刻的水果 就是传统中式面点 面果 曾经在国宴上秒杀法国马卡龙和日本的果子 但是你知道面果的制作到底有多难吗 从发面到成形 从成形再到上色 每一道步骤都是师傅花费十几年时间研究出来的成果 一个成功的面果不仅要好看还要好吃 虽然都是面做的 但你看到的是什么水果 吃起来就得是什么味道 这也是面果的特性 为了给面果上色 所有的颜色都是从天然蔬菜中提取的 柿子的橙色取自胡萝卜汁 苹果的绿色来源于菠菜汁的叶绿素 成形之后 根据水果的成熟程度 用刷子一笔一笔 一层一层的刷上颜色 这需要对细节有很好的把控能力 比如这盘大枣面果 从发面到上色都已经很逼真了 但师傅为了还原大枣表面的褶皱 绞尽脑汁研究了很久 最终想到用锡纸包住大枣 然后用手一点一点的捏 还原出大枣最真实的褶皱 好的面点师做出来的面果 不仅仅是简单的食物 更是一件件艺术品 小小的面点里渗透着厚重的文化基因 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 中式面点也承载着人们的文化诉求 这样的面点摆在你面前 你舍得吃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